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Mineight频道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 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 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 让我们一同讨论 2022年1月时,一位名叫Dark Bird的Reddit用户 向大家分享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影片 这天早餐过后,Blair正在水池边 清洗着一些他用过的餐具 但当他无意中抬头 望向面前的桌子时,却看到了这样神奇的一幕 有什么样的空气 在正确的地方 此时,这只不知从何处出现的气泡 却离奇地悬停在了这张桌子的上方 而他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停在这里的上空 于是Blair便立即用手机拍下了这有趣的一幕 Blair玩笑地称,自己已经具有了某种超能力 又或者它是外星生物释放出来的一个探测器 他猜测这只神奇的气泡 可能是从桌子上的这只装有清洁剂的瓶子里跑出来的 因为经过稀释后的清洁剂泡泡 很快便会消失 绝不可能像是这个家伙那样 可以存在如此之长的时间 然而直到这段影片开始的一分多钟后 这只气泡才突然间的爆开 消失在了这里 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导致这只气泡可以移动也不动地悬停在空中的 对此有些观众认为 这可能是证明虚拟空间存在的最好的一段目击影片 或许此时正在操纵这一切的主宰者 突然意识到了Blair发现了他的这个秘密后 才将气泡戳破的 也有人称是房间内微弱的气流 让这只泡泡悬停在了那里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然而当大家议论纷纷地讨论着这只气泡悬浮的原因时 一位观众却声称 其实它在几年前就已经目击到过这类现象的发生了 4.4 相信不少人都还记得2022年临近圣诞节时 发生在拉斯维加斯上空的这起优福木级事件 虽然几天之后 当地的气象部门的学者们已经对于该起事件给出了结论 他们认为这是低空中的冰晶 反射周围光亮所造成的这一现象 由于这种现象在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很少出现 因为它必须具备足够低的气温以及空气中水分的占比等这些苛刻的条件下才会出现这种奇异的景象 但是这种解释 至今为止 却仍旧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 特别是当天看到这一幕的那些目击者们 因为很多目击者表示 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反光 甚至还有人称 他们隐约似乎能感觉到 这里的上空存在有一个巨大的物体 所以即使是一些对幽浮又或是外星人并不感兴趣的目击者 也感觉这似乎并不能使用某种气象现象来解释当晚所发生的这一切 因此在这些议论纷纷的评论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 那可能是一种巨大的飞艇 又或是热气球 由于很多人表示 热气球在黑暗的高空中会发出红色晃动的火焰 所以飞艇可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根据最早报道这起事件的CLUS电视台的讲述 这些奇异的亮光主要分布在拉斯维加斯某座独场酒店的上空 所以大家认为 一定是这家酒店正在利用某种新奇的方式 为自己做宣传 例如飞艇 但是这种猜测很快便被推翻了 据这家电视台记者的调查了解 该酒店并没有借助飞艇 以及任何飞行器为他们做过宣传 那么 这些奇异的亮光又会是什么 他们真的是由于某种罕见的气象现象所形成的吗 或许看到这里已经有不少细心的观众注意到了 在部分的目击影片中 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当地面的这些探照灯照向夜空的那些奇异的光亮时 这里会快速地出现一道白色的闪光 看上去就像是探照灯的光束照射到了某些可反光的物体上了那样 然而这就是那些目击者们坚信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因为某些气象现象造成的错觉 因为这里面可能真的存在有一个巨大的物体 近日我们在TikTok上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频道 这位分享者似乎对于谷歌地图非常的着迷 他经常会在这里分享一些自己的有趣发现 又或者说是他发现的隐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某些神秘的建筑以及物体 例如2023年9月时这位TikToker分享的这段影片那样 当他在江南极的某个无名的区域放大后 我们却在这里的深海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生物 感谢观看 这是否也让你感到了难以置信 当分享者在将这处未知区域放大后时 我们看到了几艘行驶在此的船只 起初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并无异常 但当分享者在这艘科考船的附近 私下查看时 水中却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生物 对此一位有趣的观众称 这家伙看上去就像是卡通片中出现的 这只名为阿拉斯加牛虫那般 但大多数的观众还是认为 这只不过是一段分享者制作的恶高影片而已 因为这只生物看上去的确有些搞笑 还有就是很多人声称 他们也在自己的手机中找到了这处海域 但奇怪的是 他们却并无法加载出该区域的全景图片 随后我们也好奇地进行了尝试 但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所以这也让我们对于这段影片的真实性 产生了质疑 相信不少人对于万圣夜 这个西方传统的节日并不陌生 它是每年11月1日诸圣节的前夜 但这天也是古凯尔特人的萨温节 而且目前很多研究学者跟历史学家发现 我们所知道的万圣节诸圣节以及亡灵节的起源 很有可能就是来自萨温节 因为他们有着类似的主题 在古凯尔特人的信仰里 新的一年其实是从11月1日这天开始的 而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 古凯尔特人会在10月31日的这天傍晚时份点燃农作物 以及献祭牲畜 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 而人们也会穿着动物毛皮制作成的衣服 围绕在篝火前跳舞祈福 虽然现在的凯尔特人 早已不再使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来庆祝他们的萨温节了 但在这天的夜晚到来时 他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庆祝属于他们的这一节日 而Reddit用户StellarSolarMB则就是这样一位 虔诚的信仰者 2022年10月31日的这天深夜 这名Redditor点燃了器服所使用的香草以及蜡烛 可是当这些香草在被点燃时 浓浓的烟雾中 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副可怕的面孔 从这位Redditor拍摄到的这张相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浓浓的烟雾组成了一支 如同幽灵那般的可怕形状 它的那双空洞的眼窝 似乎正在凝视着这里的上空 不仅如此 我们甚至还能清楚地看到 这只幽灵它张开的手臂 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巧合罢了 毕竟这样的例子 我们也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到 例如这些奇怪形状的云朵 但是按照凯尔特人的习俗来看 这却是某种不祥之教的象征 因为凯尔特人的萨温节 不仅仅是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开始 而且这也是他们祭奠亡灵的日子 甚至在他们的传统习俗中 祭奠过后还会有他们的祭祀 出现卫星的一年进行占卜 所以这也难免让这位Redditor 感到了有些担忧 那么你觉得这一幕 是我们对于恐惧的一种幻想呢 还是说这一家人将会在不久后 遭遇到某种厄运呢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Chris Evans是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白尾路猎人 由于他需要了解到各个猎场内 这种路群的数量已选择在哪里 可以成功地捕捉到这种生物 所以他在经常去往的那些森林中 都安装了这样一种户外相机 用来监控该地区的白尾路的数量 但是在2020年时的某天 当Evans来到森林里检查这些相机拍摄到的录影时 他却发现了这样可怕的一幕 根据这篇来自太阳报的报道 这是由Evans架设在伊利诺伊州南部某处森林的 一台户外相机所拍摄到的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只可怜的小鹿 在经过相机前时 他的背上却出现了这样一大片裸露的伤口 但奇怪的是 我们却并看不到他流出的血液 而且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他的部分伤口上 还出现了一些黑色的胶状物质 看上去就像是伤口愈合时 所产生的结痂现象 然而最奇怪的是 虽然这只小鹿受到了如此之大的伤害 但看上去 他却依然就像是 感觉不到任何痛苦那样 当相机在拍摄到他时 他正在不紧不慢地穿过森林中的这条步道 据Evans的讲述 这是2020年10月18日的下午4点30分左右时拍摄到的 但是 在另一台相机中Evans似乎同样也看到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此时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7日的傍晚7点左右 也就是说 这只小鹿在受伤后至少是存活了一天以上的 因此不少看过这篇报道的观众们 也将Evans发现的这只生物称之为僵尸鹿 因为他们认为似乎是没有哪种动物可以在受到如此之大的创伤下 还可以继续存活的 目前为止 有一种猜测认为这些伤口 可能是由某些农用机械所造成的 例如玉米收割机 在工作时 惊扰到了在附近休息的这只小鹿 或许是它在逃窜时 被这些机械割伤所造成的 但是 当地动物管理部门的Kip Adams却表示 这种伤害是致命的 他不认为有什么动物可以受到如此之大的创伤后 还可以继续存活这样长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 猎人Evans还是认为或许这个小家伙 可能在不久之后将会面临死亡 因为即使是他不被那些蛟狼杀死 即将到来的冬季 也会要了他的小命 在这篇报道播出时 Evans正努力四处寻找这只小鹿的下落 希望有人看到他时 能通知Evans 让他将这只小鹿猎杀掉 或许这样可以减轻他的痛苦 你这只的小鹿猎杀掉